大家好,我是Tony 我們今天來桃園大溪旅行 要來連走在明氏古道 玉城路古道 因為在明氏古道路口那邊不方便停車 所以車子就停到大溪橋這裡 從這裡走到古道路口大約要走600公尺 好,我們現在出發了 對面交友站旁邊的巷子是玉城路古道的出口 我們待會會從那邊回來 災明寺古道 災明寺古道是昔日圓樹林通往大溪的一條古道 也是大溪信中前往災明寺近鄉的一條步道 應該差不多20分鐘就可以抵達災明寺 前面古道要穿越車道 老龍樹 老龍樹 前面是蘇氏池塘 災明寺山門 建於民國46年 古道原為石頭小徑 昭和四年 改為石板階梯 以方便信眾上山拜拜 這裡有一間紅磚古厝 好像是一間儲水槽 這段時間路爬上去就抵達災明寺了 哦 這裡有一棵大樹 災明寺到了 我們先去參觀金字亭好了 Tony的新書 大台北步道一百 一百條步道陪你走出健康的人生 現在剛好遇到災明寺的工作人員在除草 我們就要兩庭這邊等一下 順便休息一下 崔嶺塔 原建於日治時代昭和四年 1929年 現在的建築是民國67年改建的 西治庭 文化古蹟 靖治庭 文化古蹟 靖治庭 建於清朝同志五年 1866年 建於清朝同志五年 怎麼不見了 我太多年沒來了 我太多年沒來了 剛剛google了一下 應該就在下方 歷史古蹟 歷史古蹟耶 怎麼這樣 在女廁所旁邊 這邊好像有一條小鏡 我看到了 大約 十來公尺吧 靖治庭 我來了 喔 我遇見一隻烏龜了 這是桃園最古老的靖治庭 經過二十年 沒想到靖治庭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我要往回走了 災明市長堂 沒有開放 因為疫情的關係 目前僅開放 古蹟大殿區域 災明市 創建於清朝大光年間 童治年間 遷移至縣址 明治三十九年 童治十二年 童治十二年 九月一日 一步 這次要見 十五年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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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离开灾民寺 现在步行灾民街 前往御城路古道 浮民宫土地公庙 灾民街46巷 浮民街46巷 还有一些老房子 我20年前走过这条巷子 这应该是早期新建的眷村 46巷的终点 街三园一街 国防大学中正岭 中正岭公园 这条山园一街 就是以前的古道 这是御城路纪念碑 自己已经模糊了 现存的古道路口就在前面 御城路古道 这是废弃的碉堡 御城路古道 又称九号奇古道 开辟于清朝前隆五十三年 日治时代大正十二年 为迎接日本皇太子御人来台巡视 大西地方人士募款整修为石板路 取名为御城路 御城路古道的出口 土力宫要到了 这是庇佑桃园大墩的土力宫 桃园大墩第三号隧道 桃园大墩第三号隧道 全长4937公尺 是当时亚洲最长的隧道 这里有桃园大墩的简介 桃园大墩从日治时代大正五年开始兴建 历经八年 在大正十三年竣工 同年5月26日通水 桃园大墩公羊塔 这是纪念新建桃园大墩殉职人员 这是大正十一年十月立的纪念碑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造访玉城路古道 我上去抄碑文及殉职人员的姓名的时候 发现殉职人员里面 有超过一半都是日本人 我当时心情受到蛮大的震撼 这跟我在学校历史课本读到的日据时代历史 有很大的不同 桃园大墩的设计者是日籍寒衣的张令济 总督府祭司 1920年8月17日 台湾日日新报导 总督府祭司张令济 是台湾永久不能忘记的大恩人 长久以来我跟很多人都误认为 桃园大墩是八田羽衣设计的 因为在1989年 日本人古川圣山写了一本传记小说 爱台湾的日本人 八田羽衣的生涯 提及八田羽衣设计的桃园大墩 这本书是得奖著作 非常有名 因此造成大家误认为 桃园大墩是八田羽衣设计的 其实也不能责怪古川圣山写错了 因为他写作当时的环境 并不像现在的网路时代 可以很容易取得史料资讯 更何况 如果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台湾的历史 又怎能责怪一位日本作家 写错了台湾历史呢 桃园大墩的岛水路是在1922年完工 不过张令济在1920年就提出了退休申请 那是因为在工程期间 他基劳成疾 觉得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 所以之后提出退休的申请 这也是为什么1920年8月17日 台湾日日新报会报导 总督府祭司张令济 是台湾永久不得忘记的大恩人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而且提出退休的申请 1922年桃园大墩岛水路完工 张令济也在这一年逝世 享年53岁 我觉得我们今天感念八田羽衣 为我们设计了迦南大墩 当然也不能忘记 张令济为我们设计了桃园大墩 桃园农天水利会 每年都会定期回来这里祭拜 以感念新建桃园大墩 殉职的人员 巷口就是中游加油站 我们现在回到大溪桥了 今天连走在明氏古道 玉城路古道 还有造访桃园大墩 供养塔 这样环道一圈 连休息差不多三个小时 走这条路线虽然沿途 会有些路段晒太阳 不过我真心的推荐 大家有空可以来走一走 认识一下我们台湾土地的历史 我们今天走过的路线及景点 我会标示在Google地图上面 地图网址连结 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